作为国族队长兼广州恒大中后卫的冯小婷,在昨晚发表了一篇《一个中国职业球员的新声》,是引起了不少的轰动,但是如今已经年薪超过800万,而他也是遭到不少的吐槽,而从他筛出自己的好债,更是让一众人都羡慕不已。 1985年出生的冯小婷,18岁就成为了中国国家队员,同时也是第一个国族国奥和国庆的三七球员,毫无疑问是在国族内地位崇高的队长,而在职业赛场上,已经效力于恒大八年的他是帮助球队创下中朝七联冠和2013年、2015年的亚冠军等荣誉。 不过就在昨晚,这位国族队长对于他的队友黄博文陆沙威博反击网络水军是力挺,并且是难得的写了一篇长文,具体内容是表现出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回忆,自己当年狂奔七十米的经典一幕,并且在最后是写道,为了你们,为了足球,我会坚持到底,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,中国足球走向世界,这一般话确实是感慨万千,但同时却遭得网友一面倒的吐槽,都是纷纷表示,这些大话说的好听,但实际上就像之前国足比赛,一样在场上散步,拿得到这么高的薪水,扬载豪车,就得对不起自己的工资, 这只是球迷的基本要求,他们都只是喝铁不成钢,才会吐槽你们,不得不说,网友的话也是十分有道理,如今中朝中,高林,无泪等年薪,已经是千万级别的,但在球技上,确实是令很多人失望,而作为国足队长的冯萧婷,也是拿到八百万年薪,特别是他之前上节目晒出的江边豪宅, 确实是让人大开眼界,一般来说,对于自己的豪宅很多国足球员,都是很少展示在观众的面前,但是作为队长的冯萧婷,却选择带着记者,一同参观他的家,由于如今是效力于广州恒大的原因,所以辽宁省大连的他早早就在广州买下了一个房子,有意思的是,当时节目中美女主持,一看到了冯萧婷的豪宅和奢华装修, 都差点忘记了自己还在拍摄,是直直的冷了十几秒,之后逢萧婷开口,才将美女主持撤回来,能看得出来,欧式的豪华沙发和装修是高达上当次的,不过最重要的还得数房子的位置,并非像普通人一样,而是位于最贵地端的珠江边,从房间望出去是没有任何遮挡的江景, 这恐怕在广州是一帮篮球的存在,还有一点是引起主持的关注,那就是房内的电脑和键盘配置,都是属于超高水平的。 当时冯萧婷也是笑着回答,自己是一位游戏迷,一用时间打游戏啊,经常玩吃鸡,王者荣耀,还和高连等队友一起开黑的。 除了豪华之外,其实冯萧婷也是和一众过竹一样,还有一样爱好,那就是喜欢好车,之前冯萧婷就已经是被拍到开的是日产楼兰和路虎兰胜,但就在上一年,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一辆新车,就是价值300万的白色兵力,开得出冯萧婷入手这一台市校的十分开心,然而也正是因为频频晒出自己的阳宰豪车, 但是球场上却一度出现三步式防守和进攻等尴尬局面,所以球迷纷纷把它叫做三步底,但不知道对于这一天透露自己先生的长文,球迷会不会体谅到冯萧婷对于足球的热爱呢?